主播前副总统陈建仁 他以总统特使的身份出访教廷 那么在这九天的访问行程当中 也碰上了台湾的中秋节 那么他在离开罗马的前一天 也代表总统蔡英文 来宴请教廷的官员 以及绳职人员参序 我们来听听稍早他的说法 陈建仁他还特别拿着 这个驻教廷大使馆 准备的麻豆文蛋 以及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教堂 合照来象征 那么陈建仁在这场参序当中 也表示今年适逢台湾建交八十年 在场也有一个嘉宾索隆多 刚过了八十岁的生日 加上今天的出席者 大约是有八十名 三个八十也让这场的参会 更有意义 不过在这之前 陈建仁他其实获得教宗方济各 接见了总共三次之多 驻教廷大使馆就表示 这可是空前创纪录的一个情况 而教宗方济各 还特别敢在其他教廷的 人员介绍陈建仁之前 就说他认识陈建仁 而且也知道他是台湾的前副总统 那么以上是现场最新状况 主播